這什麼車你知道嗎 麵爐 麵爐齁 麵標的麵爐 這要怎麼說 以前的車我看的都一樣 我今天進不出來的 你看超大的 這皮魚你看 這開得回去 我覺得應該 我不敢開給你看 車子的結構 沒有什麼問題 這一台 車子我們決定了 多方考量我們還是覺得 決定了 好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耶 大家好我是柯B 傳教師的柯B 嘿 這什麼叫一聲 麵爐啊 麵爐齁 麵標的麵爐 這一個是我七系列的主師爺 當然代號沒有錯的話 是W201 你是什麼 我是203跟205 所以我如果買了201 再買了202跟204 就是串聯的 會不會給我一個講 那個被髒什麼鬼的 有可能 有可能喔 主要是先買到再說 這一台是1989年的 1901 現在1的代號是在前面 以前代號是在後面 1是 為什麼會這樣 我也不知道 這個 這個車主是幾個 年輕的妹妹 我連絡加賴的時候 看一下 這麼年輕開這台車 我問他 我就說 你怎麼會開這台車 沒有啊 就放在家裡面開 他留在開 這是阿公的車 真的是阿公的時候 我說阿公啊 是一直買新車嗎 他說有點忘記 他記得印象都是一直停在家裡 1989年比他大 他哪知道新車是中午車 所以要怎麼說 他車的車我看的都一樣 我今天一枚出來 你看喔 那時候產路一定都有這個 標配 標準配備 啊這個有浪板 可是浪板 有點破損了 對啊 那這個你看 可是啊 我覺得這種老兵士 它厲害的地方就是 它的方向板超級大的 你看方向超大的 啊以前的燈 你看以前都是用轉的 欸這皮椅你看 好漂亮的 變皮椅的 狀況還不錯 這種皮椅真的超厲害的 不管怎麼做 我遇過 超比較多的 皮還是好的 這裡面的線有沒有 做到換掉 彈起來 山倒掉了 不知皮擺掉了 沒有在破皮的 裡面的狀況還不錯 只是說現在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因為它開車開一開 就溫度有點爪 拖來這邊修理廠 沒有材料 材料要等很久 可是這個 有點沖了 剛剛發現好像有點小沖 有狀嗎 看起來螺絲有轉 這個門好像有 看起來門膠都是硬的 沒錯啦只是說 那螺絲看起來怎麼有轉過的感覺 後面沒有 前面門有一點點 天線壞了 看AMG 這是自己貼的還是真的 應該是真的吧 這個AMG看起來是蠻有連份的 後面很漂亮 三角 對啊以前都在上面 前面都卡在這裡 漂亮 有考過漆啦只是說 還OK 對 就是現在看起來 浪板那邊比較 不OK一點 你看 這種車久了還是會了 你看 哇 燙光了你看 這不知道我怎麼用 老車都是仰賴的老師傅 看可不可以修啊 不然這個 可是現在老師傅 越來越小 跟著車一樣 越來越老了 不然就退休 要嘛就不做了 手工藝都快 快沒了 欸 看起來 只有那個駕駛座 那個有轉過 其他還好 垃圾棒還不錯 沒有裂 裂裝保持還不錯 只是 手沙車頭 他車頭不見 對 那個排檔頭超漂亮的 你請給我打開看一下 這個是沒有天窗的 所以這個門應該是 應該晃過 聲音最不一樣 他這個是 要拉這個舌頭 小舌頭會伸出來 你的也是舌頭啊 對 我203.4舌頭 這是2.0的壞遊戲 這是便當盒嘛 這可能沒辦法開 我哪可能開不回去 這個是那個 Costco的綜合壽司 欸 打不開 跳樓系啊 對啊 打不開 跳樓系啊 算了 本來打開看一下 看不到 我手都是還扣這個 這麼甘忽喔 其實我有跟車主聊了一下 他說他其實在開 陸續在修啦 如果看起來是有修 可是他修的東西應該是比較 沒有花很多 看起來電瓶是新的 電瓶換起來應該蠻貴的 水箱看起來也有換 水龜這邊應該也有換 水管也有換 可是你看這邊又在漏水 這邊水都漏出來 漏到發電機了 假設我要留著代步車好了 還是說不管誰要開 其實回去這個水管 不行的話 就是該換的話換掉 有些不是說水管問題是 這個綠也會生鏽 你看過後面浮起來 氧化 氧化 對這個也會 水箱水看起來是有的 它這個壞掉 水溫的感知器就是 溫度一到了它不會轉 造成溫度有點高 這邊它直接先解 風扇就會轉了 它這個發動的時候就轉了 它像離二器一樣 如果溫度一到它會吸 會轉得更大 更快 保險適合在這裡 車也看了 我也不曉得這個要怎麼辦 我問一下老闆好了 就開了回去 我覺得應該 我不敢開 給你開好了 它是說可能 活塞環稍微傷到 是沒有到牛奶了 沒有沖進去 它只是說就是 雞油會輸一下 所以會噴煙 對 會噴煙 燒掉就會一直冒煙 哇這個只有一隻耶 對啊 好這顆是喔 這是泡沖啊 哇塞 它會這樣 嘟嘟 它太長它會撞回來 撞回來再伸出去這樣 反正就是這樣 它動作會這樣 跑多少 二十二萬一千多 你要看你說話嗎 可是現在主要是這個 它機油應該直接都 進去燃燒市燒掉了 這個也是啊你看 椅子這個也壞了你看 就掉了 應該是在這裡 嗯 耶 好 車子看完了 車子的結構 沒有什麼問題 這一台 嘿嘿 引擎有問題的怎麼辦 我剛剛有跟 引擎靠這邊是修一場 因為那時候它 溫度抓起來 聽那個 他給它開了十幾分鐘 所以有點真的傷到了 剛剛發動就知道 我問他說 修這個要大概多少錢 他說 沒辦法報價 因為沒有拆開 不知道 好 清扯隨便都好幾萬以上 如果他說運氣好上半部 花個三四萬塊應該就好了 如果是在底下 可能就會更嚴重 他自己叫我斟酌一下 哈哈哈哈 唉唷 這一台是1998年的 哈 1901 那沒關係我們等一下一樣啦 我們去找一下車主 聊聊天也好 他剛好是開那個 港式飲茶的 我們去看一下 主要是我們還沒吃飯 哈哈哈哈 我們去吃飯好了 好 耶 太長了 一般都在這裡而已 對啊 他太長了 然後所以他在這裡 敲到了 你看 被我發現了 車咧 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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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買嗎 車子我們決定了 多方考量 我們還是覺得 有跟小師討論一下 還是不買好了 因為 維修的東西 直接問修一場 他還說 不想要多少錢 假設不管我們今天說 5萬 10萬 20萬 那都不管了 買回來 維修的風險多少都不知道 所以我們決定就 放棄 就沒有買這台車 我們剛剛來這裡 就是直接從修一場過來 直接來找車主 車主就是因為 這台車是阿空的車 他好像也捨不得賣 說實在的 真的也不是錢的問題 這台捨不得賣 他有講到說 如果可以維修的話 也可以幫他介紹維修 你知道老車 因為這種車 最怕什麼 沒材料 要等料 要等很久 他的外表內裝 都OK 主要是因為引擎有傷到了 好啊 這不如都是演的 那個氣缸 有沒有傷到 就不知道 真的沒拆 沒人知道 拆了就不能動了 風險越來越高 所以我們就決定了 好 我們就 來吃個飯 就回家了 就這樣 Yeah 那種東西用內視鏡看得到 或許可以啦 他的意思那時候上面還好 他有講 上面應該 挖個幾萬塊就好了 還OK 如果是下面 他建立不要了 他只有說 都修起來 比這個車還貴了 而且那台車要引擎號碼 對 這是最麻煩 對 車要引擎號碼 又不能亂換 好 那我們就 等一下就直接回去了 嗯 喜歡記得幫我訂閱分享 看起來很燙喔 夾巴 它這個鴨肉還蠻酸嫩的 可是這個看起來不像松阪豬 看起來有點就像一般的五花肉 醬是甜 菜也蠻甜的 麵份量蠻多的 麵就是一般油麵 不過它應該有加那個鴨油 所以會比較香一點 其實鴨肉還蠻多的 那他們的菜就是品項不太多 還有第二碗 上面有油蔥的感覺 應該是用鴨油去炒 還有一些花生米 還有這個醃蘿蔔 你會吃這個嗎? 我小時候都不吃耶 長大我小時候不吃的東西我都吃了 苦瓜我也不吃 但是現在長大我也吃苦瓜 現在唯一不吃的東西 榴槤 這個辣椒超級辣 然後又很香很下飯 喔來這裡吃一定要加它的辣椒醬 加分加分 不會辣喔 不會辣喔 這個我也不會特別去點 可是你如果不吃嗎我會吃 因為你在外面點都會加香菜 哈哈哈哈 上百種的個性化安全帶 來找想玩車就對了 阿比爾 環保、生活、科技、領導品牌 發意金庫 國色天香溫柔 鹹熟、徐海莉 阿比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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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在想說 可以吃嗎 是不是 大叫